没有 来 四个这包子 鸡蛋是三个是四个 三个 看过清晨离北京的庄严 首都的早餐桌也不简单 炒干 包子 小米稀饭 我们总是说他们家特别好 我说明天我就吃点 从小这长那么大就吃这个 四个大了还想这道味道 炒干包子 这是最佳大了 店主甲幼才安徽人 来北京打拼三十年 一口标准的金枪 炒干给人拿一小碗 也做得一手地道的炒干 炒干一碗看不清用料的 炒干的浑汤里 既有猪肠也有猪肝 作为老北京胡同美食的代表之一 口感和味道 想要被老婆们认可 可不是简单的事 由于食材多是下水 炒干的那一股难以形容的怪味 绝非一般人能忍受 董行的老食客最痴迷这口 这吃就吃那个味道 那味道觉得好吃 你要说这几的味道干净吃 买的没有就烫了 我俩都是内脏暗黄子 我听起来有点猎气 老娘们好 我的家吃得好了 吃得好了 吃得好了 三十年前 贾佑才来到北京奋斗 租下了安定门街边的门脸 经营店铺的前几年 老房东从未掌过房租 让贾佑才在最艰难的那几年 多了些继续下去的勇气 非常好的房东 她配好 她帮我 为了免败我们后院 这个房东家的母亲 她的姓氏 取权为妙 叫妙家 炒干的关键是去腥 每一种调料都有掩盖腥臭 调和腥味的作用 制作过程不是单纯的炒 而是熬煮 炒干成熟 最终全靠蒜末 激发出炒干那股特殊的臭香 它主要就是割蒜的鸡 蒜 它快出锅的时候 割上蒜 炒干怎么就固定在了北京人的早餐时段 贾佑才理解成 这是味道的地缘化情节 不够好了呀 真的 互相随随随随的意境 你把这种意境给你 你先把这个做好了 虽然贾佑才生活的地方 跟北京的饮食体系完全不搭界 但她尊重这种情节 也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即便需要自己摸索 延续炒干的经典老味 始终是她 对这座城市 接纳自己的最好回馈 在北京人的早餐桌上 炒干雷打不动的伴侣是包子 两者能走到一起 可能是包子的香味 能让炒干的口感稍许柔和 也或许是看上去 并不扎实的炒干 得配上包子才能满足肠胃 来来来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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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哈哈哈哈 一只合格的包子 外形要丰满光滑 肉馅要圆润紧实 咬上一口 油而不腻 餐桌上这两个老搭档 每天迎着朝阳 就这样见证着 一代代北京人的味觉传递 这真地道小的北京小牛 说实话 从两三岁就在这儿去 几十年过去了 贾佑才觉得 自己的北漂生活挺成功 遇见了人生中的贵人 读懂了感恩 有了能营生的手艺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在这间厚厨房 它的责任还包含带领老乡们 在这座大城市安神礼命 这个店刚刚开手的时候它十七 本来的时候二十五 我跟它四年了 今天多好呀 今天都很开心 十个叫好 我也高兴 非常有成就感 妙家博包铺拍摄杀青 我会给你一张 好 好